在Windows 11中让一台电脑搭配使用两部或多部显示器 让一台电脑搭配使用多部显示器 可让您复制Windows 11桌面 您也可以延伸视觉工作区 方法是在连接的显示器上同时检视不同的程式和桌面 若要复制您的Windows桌面或延伸视觉工作区 请将多部显示器连接到电脑 接上电源并开启显示器 然后将这些显示器连接到电脑 连接类型音显示器和电脑而已 但大部分电脑会使用Displayport、HDMI或VGA连接器 您也可以使用带有HDMI的多连接部USB-C衔接基座 Displayport或VGA部来将显示器连接到电脑 您可以将连接的显示器设定为显示电脑桌面的镜像影像 或显示不同影像 已将延伸工作区域扩大到多部显示器上 在电脑上 用滑鼠右键按一下桌面并选取显示器设定 电脑应会自动侦测您的显示器和桌面 选取识别以查看与各个号码相关的荧幕 电脑桌面会被自动选为主要显示器 若要复制显示器上的电脑桌面影像 按一下下拉式键号 然后选取您想要镜像电脑桌面的显示器 按一下保留变更以启用新的显示设定 然后关闭显示设定视窗 延伸桌面可将工作区域扩大到多部显示器 若要将桌面延伸到某部显示器 按一下该显示器 然后从下拉式清单中选取 将桌面延伸到这部显示器 然后在出现提示时选取保留变更 然后关闭显示设定视窗 如果您想要在显示器上显示不同的桌面 从下拉式清单中选取偏好的显示器配置 在出现提示时按一下保留变更 中断连接显示器时会关闭选取的萤幕 无需拔掉缆线 您只需选取显示器 然后按一下中断这个显示器的连接即可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标签 即可找到使用其他语言的HP影片 搜寻我们的频道即可找到HP官方支援影片 请订阅刘